我非常确定 这一个所谓1500万的部分 它不是1500 不是一个时间点 我觉得昨天在整个新闻曝光之后 民众党刻意带风向 甚至在小草在网路上带风向 他说这是1500 我非常挂保证 这绝对是1500万 我觉得1500这个说法 说成是下午三点半 是不是要去逃出影园 要干嘛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太离谱 第一个因为我们后来有掌握到 其实基本上它是一个 Excel档案 那你这个Excel档案 你记行程你会用 你记行程你应该不会用Excel档案吧 没错 你怎么会用Excel档案去记你的行程呢 而且其实Excel档案啊 记账的时候啊 其实你只要有用过Excel都知道 其实你什么时间点更改 那个都会非常清楚 所以我认为简连这次扣到 这个关键的USB 其实是一个很重大的突破 那为什么第一次没有关 第一次怎么会没关 大家也哗然 可能遇到了这个北院刘德华 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哦 但因为可是实际上一件事情是 我觉得民众网今天带这个风向 有点太侮辱大家的智商了 就是整件事情完全的不合理 然后它确实是一个金流 因为Excel在记账的时候 克文哲说他自己对账不清楚嘛 那显见这东西 确实跟北院认为说 这疑似是有这个对价关系存在 所以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说 这条新闻要做之前 我认为我自己承受了蛮大的心理压力 我这五天都睡不好 直到就是发挥跟财 然后确定积压 我就说好 这条我就是要做 那我今天偷偷爆个料 就是Excel档案其实 我带有Session一些角色 就是曝光在图卡上面 有政治人物 是谁我真的不方便说 你说政治人物给他钱吗 对金额不小 然后这个人不太适合 三萌海事那个吗 三萌海事不算政治人物啊 不是三萌海事那一次 没有我说的政治人物的定位啦 对 然后但是其实 反正有一个政治人物 也给了磕一笔钱 那这笔钱我觉得也没有到很小 但基本上他如果说要拗 是政治现金也拗不过去 因为根据政治现金法的部分 金额就是明显超过 个人就是十万 对不对 他超过四万 对对对 然后对超过 有没有超过一百 是超 有 好了 政治人物肯定有超过一百 这么有钱 你们注力了 要协助蓝白盒的吗 姐不要再问了 你要害死嘛 你要先发 不自杀分明 总之你可以看到 其实柯文哲的政商关系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当时是吴宝请回的时候 我就说话不要说太早 检方没有足够的证据 怎么可能这样办下去 证据究竟在哪里 我们看到我们的爆料女神 马玉文 早上播了城堅新闻 现在还跟我们连线 现在你昨天丢出那个新闻之后 整个网路流量爆高 大家都天哪 真的有实锤的证据了吗 但是当你丢出这个相关新闻的时候 民众拿马上讲了 一五零零 讲的是时间 你们到底有没有读书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郁文这个新闻你得知之后 你有没有一个查证的过程 你透过了什么样的一个查证 你是什么时候拿到的 然后你经过哪些查证的过程 你笃定到这一五零零 事前不是时间 郁文 欢迎姐想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这个新闻 其实在8月30号 简连到柯文的住家 去进行搜索之后 大家搞了一些蓝大波的嘛 反正最后司法工房 搞了两天的时间 其实我是在礼拜天的晚上 听到这个消息 上礼拜天晚上 上礼拜天晚上 就听到这个消息 那听到消息的时候 听到有几个 蛮关键的 USB被扣走了 然后再者是 有一本 USB里面有一个神秘账册 那里面洋洋洒洒 记了一些人的名字 但就像我们昨天提到 在新闻里有讲到 有集团的总裁 包括科技大佬 最主要当中 省庆经的名字 就写在上面 而且我们三立秀文 独家掌握到的那个内容 是包括整个记账的格式 通通都有 我秀一下那个图卡好了 对 那个Excel党 它基本上 它就是一个Excel党 省庆经的名字 然后我跟你讲 它还直接斜杠 斜杠完之后 这是一个经手人 谁经手了这一笔钱 金额清清楚楚 就是写1500万的部分 那另外包括 是写1500还是1500万 日文 1500万这件事情 我可以非常非常笃定 好 那包括了集团总裁 一样有经手人跟金额 科技大佬同样是 那我就说了 他这个账本里头 记得非常多非常多 好 那可见可以知道 其实柯文哲的政商关系 非常的好吗 那当天晚上礼拜 上个礼拜天知道的时候 就觉得 好像自己挖到一条很大的新闻 但当然我的消息来源 我必须说 我今天敢做这条新闻 绝对是因为这个消息来源 我200%的信赖程度 因为我过去跑社会 然后这一条线我经营了 我跑社会 然后现在跑政治 这条剪掉的线 我已经经营了至少有7年的时间 那这个人告诉我之后 我过程中 我去跟不同的人来进行查核 好 那原本那一天晚上 本来第一次以为 科文哲就会压起来 所以我想说好 那我礼拜一晚上 我就是要出这条新闻 谁知道居然无包请回 好 那大家外面一片哗然嘛 那接连这几天 然后包括了这个北检 提了抗告 那高院发回跟彩 好 再开了鸡鸭亭 那过程中我又再次回头 去确认这样的消息来源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非常确定 这一个所谓1500万的部分 它不是1500 不是一个时间点 我觉得昨天在整个新闻 曝光之后 民众党刻意带风向 甚至在小草在网路上带风向 他说这是1500 我非常挂保证 这绝对是1500万 我觉得1500这个说法 说成是下午三点半 是不是要去逃住影园 要干嘛 怎么之类的 我觉得太离谱 第一个因为我们后来 有掌握到 其实基本上它是一个 Excel档案 那你这个Excel档案 你寄行程你会用 你寄行程你应该不会用 Excel档案吧 没错 你怎么会用Excel档案 去寄你的行程呢 而且其实Excel档案 记账的时候 其实你不只要 有用过Excel都知道 其实你什么时间点更改 那个都会非常清楚 所以我认为简连 这次扣到这个关键的USB 其实是一个很重大的突破 那为什么第一次没有关 第一次怎么会没关 大家也哗然 可能遇到了这个北夜刘德华 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因为可是实际上一件事情是 我觉得民众网今天带这个风向 有点太侮辱大家的智商了 就是整件事情完全的不合理 然后它确实是一个金流 因为Excel在记账的时候 克文哲说他自己对账不清楚 那显见这东西 确实跟北院认为说 这疑似是有这个对价关系存在 所以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说 这条新闻要做之前 我认为我自己承受了蛮大的心理压力 我这五天都睡不好 直到就是发挥跟财 然后确定积压 我就说好 这条我就是要做 好那我想要再请问一下 这个克文哲一千五百万 写的是审慶金 那财团集团的这个是多少钱 集团的部分实在是有点大 所以我在新闻中 马上以我怕的时候 对我也有怕的时候 就说你很猛的 勇敢的说出来 讲出来要死很多人了 又没有说哪一个集团 对就是集团总裁跟科技大佬的部分 其实对金额都不小 比一千五大 那我没有讲的 对我没有啦 没有到这么的那个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揭露 没有到一千五 没有到一千五 但是我就觉得说 没有没有没有 但我觉得没有揭露的原因 是因为一方面 这个角色还蛮大的 然后再者就是说 我也不希望大家把这个脚顶给模糊到 因为现在大概在早的 就刚才律师有提到 其实一千五百万 当然在帐上是可以这样记 但是我必须说 那简调去追的是 这个帐到底 有没有进入到柯文德的账户吗 有这个帐的记载 跟拿到钱 这件事情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 所以你很理智 就是有没有入账 其实大家也要再确认 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我不会说我今天做了这个东西 就说你这么难干 你一定有最强 所以你查一查世界三百万 所以这个Excel党可以办的 不仅只是精华成案 对不对 这个Excel党还包含了 可以我们最近讨论到的很多案子 恐怕都有跟 它的这个记账金额是有关联的 对 那我今天偷偷报个料 就是Excel党其实我带有 Session一些角色 就是曝光在图卡上面 有政治人物 是谁我真的不方便说 你说政治人物给他钱吗 对金额不小 然后这个人不算是 三萌海事那个吗 三萌海事不算政治人物啊 不是三萌海事那一次 没有我说的政治人物的定位啦 对 然后但是其实 反正有一个政治人物 也给了磕一笔钱 那这笔钱我觉得也 没有到很小 但基本上他如果说要拗 是政治现金也拗不过去 因为根据政治现金法的部分 金额就是明显超过 个人就是十万 对不对 他超过四万 对对对 然后对超过 有没有超过一百 是超 有 有 好了 这没有人物可以 有超过一百 这么有钱 你们朱律人 要协助蓝白盒的吗 姐不要再问了 你要害死吗 你要先发自杀负名 总之你可以看到 其实柯文哲的政商关系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难怪兰茵那么生气 所以这几次有党 你大家可以 我没有说是蓝白 大家要跑了 我没有说是谁 太可怕了 好我们谢谢郁文 今天给我们独家爆料 居然连政治人物 都可以捐款给 柯文哲 不一定叫捐款 给他钱 所以你说 有没有人那么笨 你刚刚说 怎么有人那么笨 收多少钱都记下来 所以我说 或许有人智商真的很高 一般人做法是不一样 谢谢观看